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完全各式各样的一个政态一个动态没有问题 但我们怎样可以令到我们的伴侣可以沟通到呢 会听我的意见 或者他会想一下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立场呢 这个就会很重要了 对于我来说 那我们怎样可以令到他和我们有同一个立场呢 就是我们去到了解沟通和他了解 没错 你要聆听 因为有很多朋友或者同学 他们都会觉得可不可以他听我说 可不可以听我说呢 但我们反问会反问的 你又有没有听他说的呢 就是如果当你要去别人去接纳你的不同看法 或者不同立场的时候 才需要打开耳朵 才需要打开耳朵 所以我们中这个相同正宴的老公 就是我们要打开耳朵 是不是去听不单只是我们的先生 或者如果你想中一个相同正宴的太太的时候 就你要听她回头 甚至乎这个会不会这个聆听呢 是不只是丈夫太太 是全世界 其他人 没错 其实我们的关系是很复杂的 不只是夫妻关系 小朋友 上司 下属 总之多个两个人就是一个关系的状态 两个人已经有关系了 没错 整个网络是很复杂的 好像是千丝万扭 没错 我们其实可以用于 总之法则好的地方 甚至在这个题材上 我觉得是可以很生活化的 就是我们怎样去跟不同的人 或者甚至不同的阶层 或者不同的政见 或者不同的兴趣 不同的信任的人 可以沟通到 甚至是大家的想法可以一致 除了你聆听之外 其实你如果没有聆听的话 根本是不能够沟通的 如果整个方面我一个人说完 你听我 那就是不是一个好的沟通 沟通是互相有互动的 就是当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 去了解那件事的时候 才可以谈到 那如果你是黄丝 他是蓝丝 那你很努力去听他说 说完一轮之后 他就说是不是 所以你就不要再上街了 你跟我去支持警察 这样说的时候 他说完一大轮之后 你听完一大轮之后 他就这样pursue你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办呢 总之法则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当如果你和旁边的朋友 或者是老公老婆 有一个不同的理解 或者不同的看法 对某一件事 我们就不会选择 在他身上做任何动作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要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我们想创造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 希望是不会有冲突 没有冲突不代表我避开他 而是在这个总指法则 就是说当我们上一集说过 如果我和我旁边的朋友 或者老公老婆 有一些看法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有很大的情绪 因为我们最亲密 对不对 我们应该要一样的 应该要同一道路上面 反正这个问题 就是由他发生的 当然有情绪 对不对 那我们很好玩的地方就是 我们不需要和他聊 不需要和他探讨 不需要和他解释到三千字 你听我说 我那个理解 我的理论是很好 不需要 我们如何创造这个 我们可以有共融的地方 或者我们沟通到 可以同一个道路上的种子 就是我们去找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 找第三个人 竟然创造第三者 为什么 就是找第三个朋友 去种一个种子 如何种 举个例子 现在我们正见不一样 意见不合 对不对 我们意见不合 简单来说 意见不合 好了 我们如何可以在外面 或者通常我们这样说的 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 家里意见不合 我们就会找另一个场所去帮忙 而那个场所 通常我们会找一个朋友圈 或者在一个工作场所上面 然后在那些地方中一个种子 中什么种子呢 一个是和谐的种子 和谐的种子 一个是撤合别人的种子 哦 即是如果在家里 正见不合 回公司就要撤合别人 有点复杂的 首先 不过就挺好的 先放下兇案现场 放下兇案先 最重要 然后就去另外一边 做一些撤合的东西 那有没有一些泥子公围 未完的 未完的 那撤合完怎样呢 那有关我家里的什么事呢 观众可能会问 那怎样呢 很无厉害 其实我们说种种子 我们种种子 做了之后 我们不是就这样放在这里 我们要去照顾它 我们要帮它淋水 我们平时种绿豆 都要去淋水 那就是当我们在外面工作环境 中了一些撤合他人 或者是一个和谐的种子的时候 我们将这个美好的事件 美好的画面 就把它送回去给我们家里 我和老公的话题上面 是可以沟通到 那就临份做了 临份自己想一个很开心的画面 就可以把我们的种子淋水了 就是做了一些撤合人 其实是做了一些相反的事 因为这里有拗叫的时候 那相反的就是和谐 那就去其他地方 就是第三者 跟第三者 咦 那就等同于完全 就是那些人的小三一样 跟老婆不对 接着就跟小三很和谐 很有趣的 你讲小三 小三的小三 我们这个小三是好的小三 要好的小三 好的小三 那小三就不是那种小三 那种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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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要 比如 其实很有趣的 特别是在工作办公室 一定有很多 那些八卦东西 或者你 那个部门又和那个部门 会有不合 尤其是创作部和会计部 因为那个计划问题 都可能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些地方 把他们的关系拉好 这个就是好的小三 人制关系 所以那个所谓的小三 不是一个人 不是用他来哄自己 你其实是去撤合别人 他就撤合了之后 还要睡觉的时候 想一下 我又撤合他们了 会计和现在的创作很好 他们这个好 亦都是我的关系 是吗 亦都是一样的 一种同样的 energy 是吗 那你看到子欣的东西 没理由不知道什么 energy 你的 energy 就是这样流动 是不是这样 没错 完全正确 所以 今天我们就说是政见 听起来这些东西 其实都可以在其他东西上 所以我说有两个方向 我刚刚就分享了一个方向 就是好像信仰 共同兴趣的 那个dimension去说的 另外一个呢 其实是跟一个leadership有关系的 我喜欢 leadership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譬如 现在社会有一个很紧张的气氛 是不是 都是因为我们的leadership 大家不支持他 或者有不同的 我是觉得因为大家都想做leaders 都不奇的 leaders就是他说他说事 不是 大家都要自己说事 都不奇的 好了 就是这个leadership範疇 我们又可以怎么做 别人听我的话呢 是不是 别人听我的话 听 你老公听不听你说 你老公听不听你说 所以很正 老公听也是这样 好听的 不一定是社会 或者是办公室 甚至是在家里 我们都会有一个leaders 如果家里一家四口 四个都是leaders 就不得了 不得了 很多火花 但永远都会有一个一家之主 可能家里就是由我去管理 再外面就是我老公管理 我怎么可以令到 那三个成员 都会很纯服地 听我的意见 或者听我的东西 这个就是作为一个 很leaders的一个很关键 怎样可以 怎样可以 其实刚才那部分 我也分享过 其实我们都要沟通 人家要听你说 你首先要做什么 听别人说 就是你要听别人说话 听说话 听说话 不一定要同意 是 不一定要同意 不一定要同意 但我们必须要真的听清楚 是吧 我们要听清楚 究竟我旗下的三个猴子 他们是需要些什么 他们都要有需求要说 不是单方面 我一个很军令 你必须要听我说 是吧 咦? Carmen? 你这个 这个 leadership 怎样众出来 就是 听 是同一个地方 就是在那个家里 想 譬如大家都听你说 不好意思 我想在家里 听完我的话 那我就在家中 这个又不是在外面中 不是找小生的 因为 这个是另一个层次的东西 因为 譬如我刚才也有说 最初第一集的时候 我会说 你要想一下 我为何要做 我为何要找伴侣 或者为何我要这个关系好 我只要想回我的动机 或者我的初心 是为何 如果 当我需要别人听我话的时候 我纯粹是要一个权力的话 我纯粹是要自己一个很威猛的状态的话 这个呢 就是一个 比较 真是 为了自己想的东西 但如果我是为了一个家庭 我是想家庭好的 可能我必须做一个leader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决定 或者一些方案 我是要实行的时候 我都会有我一个底线在里 但是 在底线之前 我都需要去理解 我下面的三个成员 或者我三个猫猫 他们需要什么 这个是一个提升来的 不只是单方面 我说了事 我都要有一个同理心 我会用同理心 或者是一个不同的角度 我又代入一下对方的时候 他需要什么 我有没有理解到 或者是有没有接受到呢 是的 还是我纯粹一个强权去主持整件事呢 现在这个在说 如果我们想中这个leadership的总子 正所谓的总之法则里面 譬如我在公司 又是一个好leader 那些人都听了他说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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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公司又要听下面的人说 那些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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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 我想公司的同事都听我说的原因 我想问你 如果他真的想听他说 纯粹不过大家乖乖的 做事又快手 又不用开许多会 是否这样的话就不成功了 是这样呢 如果他是为了公司利益的话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他不是单纯自己 他不是单纯自己 你听我说就OK 如果他背后深层的动机或想法是 我也是想提升工作效量 如果你们乖乖地做得快一点 就大家早点下班 其实是Win-Win的 如果那个人他想的状态 纯粹是自私的 那会怎样呢 他又照样去听 所以再深一点 总之就是很公平 如果当对方的动机或初心或想法 是纯粹为了自己的话 他会中了一个什么种子 就是自私 所以他下面的人会怎样呢 我回答了 又会听他说 但又纯粹为了自己 都是自私 所以其实回来的结果是什么 都是不是最完美的一件事 都是有一天会爆炸的 所以为何作为一个Leadership 我们首先要聆听 要给别人说话 因为给别人说话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种子 等于反过来你的下属是否很纯粹 就是一个完全很支持你 很听你说的 其实是相对的 是相对的 因为 我们今天这两次听到Carmen说了很多 如何去中什么的种子 我又觉得这个种子要中多久 有没有说有时限的 或者说无聊天 我可能会觉得 我已经不停地聆听了 他们为什么不见他们改变呢 他们一样是 十个人就十个方向 传到没有人听我说的 我还要中多久呢 那怎么办 一般来说 如果真是很乖乖地做种种子 你去行动 想清楚你要什么 再淋水的话 淋水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淋的 一般我们会是三个月 三个月至九个月 我们都会有效果 你会见到你身边的环境 是开始是你想要的环境 三个月 就是要持续地做三个月 那是不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做呢 每一天都要做 每一天都要做 而且是持续地做 还有要很开心地做 要很开心地做 如果说我想和老公有一个相同的证件 我想和老婆在这件事上可以和谐 那你起码每一天都要聆听他 聆听三个月 还要聆听得很开心 没错 可能对观众朋友来说 已经觉得有点难度 没错 那你有没有一些提示给大家 提示就是 我觉得大家可以很简单地去试一下 去试一下 因为你不试过 因为我们讲很多 刚才智欣说理论可以很多 但是真的要你自己落手落脚 去试着做一件事先 就一件事出发 当你见到有身边的人不同了的时候 你就会好奇 你就会想再做多一点 当然总之法则就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 其实还有很多工具去配合的 但是先卖个关子吧 智欣 智欣你之后可能有机会再分享 是的 还有如果大家听到这里为止 有发生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 好像我之前有说 在我们暂时在用 《止引塔罗解》的Facebook page 可以在那里留你们的问题 留出来 那我们就会再请 如果关于总之法则的问题 我们就会再请Carmen上来 跟大家解释 又或者如果是Carmen先生的专长范畴的话 就是赚钱那边 没错 那我们又可以请Penny上来 跟大家去解答 这样的 所以大家可以随便留问题给我们 今天来说我相信都已经很清楚了 怎样做的 所以如果今天这一集 大家听下去觉得有任何方面 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要like和share我们的影片 最后我们都看看 Carmen的完美伴侣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看 是的 原来是这样的 那他们有多sweet呢 我们又看看他们有多sweet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祝大家都有一个正见相同的伴侣 拜拜 拜拜